近日,网上出现了一张江南造船厂,正在将一个大型舰体模块调装到干船物内卧墩上的照片,有认为这是国产第二艘航母,也是被称为003型航母的金库模块,而同一次金库模块的尺寸推测,江南造船厂开始派用巨型总缎造船打舰造航母。 图片来自网络,明显作者巨型总缎造船法,最早是韩国三星重工巨机造船厂,为了缩短造船周期而在,2001年开始采用的新型造船方法,也就是把船舶的分段数量大幅减少,利用巨型浮调把专业分段厂制造的,以完成大部分西装工作的总缎掉建船物进行到合拢,这种造船法使得物内建造周期明显缩短。 例如韩国三星重工巨机船厂,采用此把建造民用船博实,物内周期可从三个月缩短到1.5个月。 不过,巨型总缎造船法,对船厂硬件设施要求很高,因为分段数量大幅减少后,每个总缎的重量则显著增加,也就是从传统分段的百吨级,增加到总缎的千吨级甚至万吨级。 这就是要有大型总组车间专业分段厂,巨型龙门头,浮调等,如果总段是由不同船厂制造,那么通过水商运输,转运到总装船厂,还对航的宽度,水深的提出了较高要求。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级建造现场具体到航母建造上,之前只有英国在建造两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时,采用了巨型总缎造船法,每艘航母被分为6个巨型总缎,6个中间分段,12个弦台分,断合两个上层建筑分段,而在6个巨型总缎中,最大的总缎重达11300吨,其余5个总缎重约4000到8000吨不等。 在我国两个能够建造航母的船厂中,大连造船厂采用的是陶式建造靶,建造了国产首艘航母,江南造船厂则开始采用巨型总缎造船法,建造国产第二艘航母。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江南造船厂采用的造船法更先进,但并不是说建造航母的实力就此超过了大连造船厂,而是两家船厂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采用了适合自身的建造航母的方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美国至今仍在采用塔式建造把建造航母,可是没有谁因此怀疑美国建造航母的实力是最强大。 作为古产第二艘航母,003型航母被普遍认为是弹射型,其所采用的弹射器很可能是目前技术最先进的电磁弹射器,这就意味着该航母必须具备强大的电力供应能力。 因此,其动力系统要么是核动力,要么是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应该说,这两种动力系统对我国来说都是全新的,但从两者的技术发展情况, 来推测后者现在的技术成熟度,客套性要高于却折,所以003型航母很可能采用综合电力推进系统,联合防务原创出品。